龙建仙昨天在节目上爆料 就在四年前这一段 我想很多人应该不知道吧 龙建仙说四年前总统大选投票 前一个月 侯友宜跑去一间饭店找韩国瑜 跟韩国瑜说剩一个多月而已 兄弟你要我怎么做 你就交代我一下吧 他说这件事情可能都没人知道 而且谢龙建说 我不会说谎 如果不是这个样子 我是不会说的 那回过头来 我还是要请教这个凤卿姐 就是关于这个前天 金小钊南下云林 去见了张荣卫这部分 那当然就有很多的 新闻幕后的报道啊 那其中呢 包括了就是张荣卫 他的一些在席间的反应啊 还有他是话中有话的部分 那大家的解读是说 事实上张荣卫这次 是面子给了金普聪 但是李子未必有给侯友宜 因为可能还是要看 侯友宜的表现嘛 因为现场参与的人 除了张家仁之外 还有年轻的明代 跟隔壁县市立委参选人 但是张荣卫并没有把云林 真正的投人都叫来 而且呢就是前面 刚刚大家所讲的这话 也讲得很直接 当着金普聪的面前说 张荣卫讲 相亲都不支持侯 我要怎么支持呢 意味着你侯友宜 亲自来云林吧 走动走动来地方 好好经营 不过另外一方面呢 因为金小钊的出手 大家也看是不是 他此时此刻 除了各个急迫 针对地方派系的部分 尤其是过去在挺郭的部分 他要得拉回来 而且还要裂解 包括了因为 这个是 当然是挺郭的 屏东一长周典论 他跟民进党的潘梦安 交情深厚 去年合作 帮助周春敏赢得了 屏东县长 周春敏的女儿 也当上了屏东市长 所以周潘 两个人关系不言而喻 根据了解 最近这两名派系之间 这两个人通了电话 而且直指周典论是潘梦安的亲命战友 潘梦安现在又是民党总统参选人 赖清德 他的竞选总干事 所以各个派系开始转向了 大家想说 你如果为人作嫁 那大家也都白混了 所以是不是金普通 刚刚 奉英也特别讲到什么 鸭子划水 什么的 这些也都是一步一步 金小刀在出手的 我不太觉得说 所有的事情都是金小刀出手 他也没有那么三头六倍 我一直跟大家提醒 就是说 他最重要的就是党内的 就是他的那个竞选总部的架构组织 然后还有包括了文宣 这是他的主轴 当然因为他在跟马英九的期间 可是他地方也开始下乡 也在走 也开始入战了 但不会绝对只有他 因为我相信这里面 你不能够小看别人的力量 你只高抬了金普通 而小看了别人的力量 这个又不平衡了这样子 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公平的说 我相信包括周典论的这些状况 其实背后都有他很细腻的操作 人际关系 在政治上面的复杂程度 远比大家想象来的复杂 因为我自己印象很深刻 其实那时候我在跑新闻 不是跑新闻 我后来其实在做政治评论的时候 我其实跟一些政治人物的关系 其实就 比较不是单纯的媒体人 跟他们的关系 我就比较能够理解 他们就会跟我解释说 他为什么对谁 那么心服口服之类的 那我印象很深刻 当时有一位无党籍的立法委员 他其实个性很硬 然后跟国民党之间的关系 若即若离的 然后常常重要的时候 他就会扯国民党的后退 那你要去收拢他是 非常非常的困难 可是国民党上上下下 其中有一位 这个重要的党政人士 他只要打个电话 给这一位无党籍立法委员 他立刻就说yes 好 我来没问题 这样子 说一是一 说二是二 那我其实就跟 这位无党籍的立法委员 就问说 是怎么他卡电话 给你就说好 他就跟我解释 他在最落魄的时候 这位党政人士 帮了他一点点的小忙 其实在我看起来 就是一点点的小忙 对这个党政人士来讲 可能是举手治劳 但是因为 那时候他是落水狗的时候 每个人都打他一把的时候 只有这一位党政人士 觉得太冤枉了 把他给拉了一点点 他感恩到后来就是 这个党政人士 叫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所以我就说像 可是那一层的关系 是一般人想都想不到的 那你必须要很深入的 去理解每一个人的人际关系 还有过去的历史 你才能找到关键人物 就像我相信周典论都有 他背后的关键人物 每一个人背后都有关键人物 只是你能够 能不能找得出来 你有熟悉到什么样的程度 这就是不是单一一个个人 有能力去了解 这么多人的人际关系 他必须要 你在地方上先有一个 这个粽子头 然后接着挂巴掌 就可以穿得起来 但是我们讲说 张仁卫他讲的那个话当中 当然有人就解读说 你要到云林多走动 我觉得这固然是 其中一个部分 但我还觉得就是 后遗的公开表现 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商品包装很重要 讲到包装这件事情 其实我印象很深刻 我可能很多人已经不知道 有一位广告才子 叫做孙大伟 他在广告界里头 那在当年的时候 真的是响叮当的人物 他也做了非常多的政治广告 马英九几次的选举 都是他做广告的 当然他很不幸的 那么已经过世了这样子 那我因为那时候跟他有一些 就是私底下 然后有一些合作案 等等的这样子 他那时候就跟我讲 他们其实在挖掘 一个政治人物的特质的时候 现在要花很长的时间 然后他就会一直跟他聊聊 发现到说 这一段话有卖点 那一段话有卖点 他挖出来之后 就变成了广告的重点 好 我现在讲的重点在这边 就是说他从广告的 当年广告这件事情 你挖出了卖点 作为特点 然后去狂卖就够了 但现在不是 你现在打广告 一点用处都没有 你就必须要自己 能够把这个特点 在公开的场合里头 展现出来 我跟侯友宜有几次 少少的私下接触 我觉得他私底下讲话的时候 是有温度 对 那但是呢 他的温度常常漏漏灯 很长 所以呢 他自己也没有把握 能够抓得住重点 所以我觉得 侯友宜的包装是需要 不是说人家告诉他 你要讲什么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喜欢说 你就讲这个话就好了 你这样子你就会翻身了 什么 我都觉得这是一个 胡说八道的一个说法 因为 因为你硬塞话到他的嘴里头 他讲不成功的啦 他一定会讲出来 里里辣啦 大家都看得出来 他不是真心的 你一定要花时间去跟他聊 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人 花时间去跟他聊 然后从他的话语当中 抓到重点之后 告诉他说 你这两段是重点 你其他通通都不要再讲 你只讲这两段重点 然后你现在就演一次 不是演一次 就是你把这两段重点 然后你用你自己的话 说一次 再做一次去无成精 他其实就有点 类似那时候广告 广告不需要做这样的训练 因为他们就可以一直 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 等到他讲到那个重点 用剪接的方式就出来了 现在你必须在自己的 公开场合当中 训练好剪接后的话语 然后是感动人的能力 这是一个苦功夫 有些人天生 他不需要剪接 他就表现得很好 比如韩国瑜 韩国瑜跟柯文哲 都是这样子 可是侯友宜就不是这样子 因为他的人生历程当中 他不需要用公开讲话的方式 他的人生历程 说真的就是打拼出来的 他没有用公开说话的方式 来争取他现在 此时此刻的任何地位 他没有训练过 他也不知道如何这样做 而且他没有信心这么做 所以你必须要帮他做 杀中掏金的工作 他很多话其实是有温度的 我觉得现在 我感受得到有人 希望他能够多讲 这些温度的话 可是讲得太硬了 你知道吗 比如说 哎呀歹徒踩着我的枪 我都不怕 我有勇气 这话太硬 不自然嘛 对 这听起来是 这是一个好的方向 但这个话太硬了 请问一下歹徒指着 你的枪的时候 你心里头在想什么 你这都没有想到 你的家人吗 那你想到 你的家人的时候 你当下的反应是什么 还有你面对 跟你一起冲锋陷阵的 兄弟的时候 你在想什么 这一些真正是内心的话 而那些内心里头的感受 是他在做 每一个决策的时候 真正的思考点 你要把那一个 那一个危机画面 然后跟当下的感受 以及你后来 在这个感受当中 所做的决策 你要让人民感觉得到 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这不容易吧 不容易 可是我希望他们的团队 能够真的做得到这件事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 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 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 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 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天家 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 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勾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们下期待 2010分钟 交易